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 我现在订阅上按旁边的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这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们的fb给个赞 那就可以在fb里面看到我们的最新资讯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自家兄弟频道 我是Tong 这集大家看到这个标题都知道了 我肯定就是會講一講最近非常熱滿的一個新聞消息 就是關於我們港人也好 台灣人也好 以至到中國大陸裡面的居民也好 都有過到東南亞地區 可能有些去了泰國 有些去了緬甸 也有些去了柬埔寨 但無論怎樣也好 大部分這些過去說找份筍工 開過戶口就有高薪 又或者高回報的一些案例 其實全部都基本是賣豬仔 騙人 以至到更恐怖的就是可能命都沒有了 返不到來本身自己的地方 本身這些賣豬仔的事件等等 跟我們頻道的主題 即是講開瘤 是沒有一些很直接的關係的 但大家都知道有時候我會就著一些熱門新聞 特別跟國內有關的 可能我也會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個人的見解 以及一些我所知道的事情 這次這個軍動了國際的賣豬仔事件 其實大部分的一些受騙者 都是被一些高回報高薪所吸引的 當中也都不乏是一些本身 所謂賣豬仔事件 台灣就叫做八大行業的一些從業的人士 由於受到疫情的影響 本身他在自己的地方 可能那個工種很難再找到吃 那也都聽信了一些傳言 或者那些招聘者的說法 只要你願意過到他那邊 可能你懂英文或者普通話等等 願意在那裡做客服 就已經可以有一個非常之高的一個薪酬 那綜合現在聽到的一些 即是有些人講解回來了 當初為什麼會受騙去到那邊 那大部分都講述的薪酬 可以是四五萬去到十幾萬 甚至乎最高的那些 是月薪有接近二十萬的港幣 而剛剛昨天就講了原來香港這邊 也有些人在從事這類的工作 可能他們覺得其實就不是很嚴重 即是都是吸引你過去 然後他就有錢收 但是如果整個事情是推演到 過到去 人家是受到操控 受到禁錮等等 那其實你本身在香港招攬的角色 就是十分之嚴重的了 那反正香港是有一批人 都是在做這類事情 就是吸引或者是誘騙的人過去的 那開場白就講完了 其實這個事情 我不是由我這一邊再給到更加多的資訊給大家 因為我相信現在每一天大家都在看新聞 知道發生什麼事 每天都有一些相關的題材 是有報導出來的 無論是發現到香港這裏 原來有人在從事這些詐騙的工作也好 又或者又多了人 原來是早前過去那邊受騙 被禁錮 現在回來了也好 相關的新聞 大家每天都留意 看回港文版等等 都已經是看到很多了 反而就著這個事情 我想拉回去 我們本身這個頻道裡面 之前都曾經介紹過很多不同 有個別一些真的爛了尾 也都有一些其實不知道算不算爛了尾 但反正那個買家收不到樓 雖然那個建築物是出現了在你面前 我想說回來就是 我們過去介紹這一類型出了問題的物業 其實當中也有很多 在他最初構思出售的時候 就是帶有一些高回報作為一個吸引店 這個高回報可能說 最高每年是給你本身本金裡面的10% 就是說如果你拿50萬出來做一個投資 他每年就可以給你5萬 而且這個是持續兩至五年的計劃 甚至乎有一些可能跟你說是10年的計劃 但是同一個道理 當如果一件事這麼容易 可以給到這麼高的租金回報給你的時候 其實你就必須要小心 你就要了解一下到底這個產品 或者這個物業所處的位置 是不是真的可以有這麼高的租金回報 以往其實我所接觸過的一些個案子 就是我知道他真的有機會 有一些業主是收足三年的租金 當然我聽回來就沒有那麼高 可能是說五至六里左右的回報 但是發展商也是交到樓之餘 也是能夠準時地交到這些租金 因為他本身就是把樓價裡面的一部分 已經反映了下去 這一筆錢 也就是說原先可能他賣100萬的產品 他賣到118萬 然後當中就拿回18萬 作為這三年派給你的一個資金 其實這一類最多業主遇到的一個後面的問題 就是當他完成這三年的約之後 他自己去放租 可能他是絕對拿不回每年有六萬的一個租金 有機會可能實際上找到一些租客 都是講緊大概三萬左右的年租金 那就是說收入的租金不似預期 不似當初有人跟他銷售的時候 講緊這麼高的一個回報 不過如果對比起一些收不到樓 就是說層樓根本都沒有起出來 又或者好像現在畫面所見 這個中山二月廣場 整個建築物系是在這裡 不過本身他所承諾的一個改建等等的部分 說會做一些公寓、降租、租金回報吸引等等 全部都是承諾不到 你連層樓其實都可以說收不到 他是存在的 不過他沒有做到改建和裝修 所以你最終都是收不到樓 哪怕發展商在最初銷售的時候 強調已經有紅本 其實我覺得本身打算打一份筍工 和購買一個物業 是可以不合理地有一個高回報 兼斜有幾年 兩樣東西是有一點相似的 因為那個高回報 首先要想一想 是不是真的合理 和確認一下 在當地的市場上 這個租金 是不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在這裡也都想再提回 所謂到這些東南亞地方打工的 其實我是真的有認識一些人士 包括我這個行業 以前有一些我認識的 都可以算得上是舊同市 因為都是同一間公司 後來知道他就是受聘於東南亞 而我記得都是去了柬埔寨 就真的做房地產裏面的銷售主管 至於為什麼會選擇我們一個香港人 過到他那邊做這一類型的銷售主管 我相信因為他銷售的對象 都會是一些華人 或者是中國大陸的人士為主 也都貪我們本身跟中國大陸的人士溝通 在普通話等等方面 又或者分享整體房地產銷售上的經驗 是會到位的 所以就樂於聘請一個華人 選擇我們香港人去那邊做一個銷售主管 我也有認識一些台灣本身在做發展商策劃的人士 後來我也見他一些朋友圈等等 是真的過了去這些東南亞國家 我記憶中都是柬埔寨的 就應該是被他台灣公司派到當地去做一些策劃的工作 也就是說可能在當地一些樓盤 整體的策劃推廣 怎樣去促銷等等都是由他負責 坦白說我就沒有刻意去問這些 叫做認識的前同事或者朋友 到底他們是當地的薪酬是怎樣 但是我相信都不會是一些 沒有什麼技術層面之下 可以輕易給到超過10萬港幣薪酬給你的工種 我估計都可能是由幾萬一個的薪酬 然後如果這個樓盤賣得好的 那就有機會再有些提成等等 那有些落於過去那邊發展的人士 其實都是希望尋找一些新的機遇 又或者去過海外 見過別人的物業之後 可能到他最後過幾年回來自己的地方 在事業發展上可能都比起本身 完全沒有離開過本地的人士 是有一個優勢 因為畢竟你可以告訴別人 我曾經到過那邊做過一些銷售或者茶華的工作 我剛才所說的是針對我自己這個行業 即是我剛才說的人士 都是一些房地產相關的行業 也真的過了去柬埔寨 是有一個正常的工作 不涉及任何詐騙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他們的薪酬是偏向一些合理的水平 就不會說沒有什麼技術層面的要求 都能夠輕易過10萬的月薪那一種 這些真真正正有份工作存在的工種 即是沒有任何稀田成份 就有點像是國內 其實都很多物業是正正常常的 即是真的你買下去 又不會說所謂連租約 又或者是一個特高的回報等等 這些花言巧語的東西配在裡面 即是真真正正你買一個物業 你是投資的想法也好 你是自主的想法也好 都是一個物業而已 就是這麼簡單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放租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很正常的租金 可能回報只有兩厘多三厘多 不會去到四厘 這個是實際上很多國內城市 一些物業真正正的租金來的 我見今天也有觀眾 可能講我們介紹的某一個樓盤 他自己認為 可能接近都是大概兩厘左右的水平 我也會回覆它 都真的是一個正常的水平 因為在那個城市 可能就是這樣的一個回報 但是正如剛才我所講的 一些爛了尾的項目 其實首先你都要看這個發展商 是不是一個可靠的發展商 有一些是很小規模 他知道自己本身是屬於小規模的發展商 為了吸引你 為了容易地讓你落搭的話 他就增加了那些所謂的租金回報 但是往往這些小發展商 本身資金實力就不足夠 再加上有這些欺騙成份的租金回報 作為吸引點的話 其實最終他連物業都沒有辦法去完成 交流給你 就好像我現在畫面裡面 看到的這個位處於珠海的海立城 其實這個海立城本身 他在宣傳上都說到自己很強的 再加上也是那樣東西 高租金回報 我沒有記錯 是起碼去到8%或以上的一個回報 而我所知道 香港人購買這個物業的庫主 就比較少的 澳門人就比較多一點 也有很多是珠海人等等 自己去買了 本身這個商場是中珠的交界位置 概念上地理上其實也是不錯 但是無奈地發展商資金實力不足 起到這個狀態就已經停工了 沒有再有任何的進展 那既然連商店都收不到 那之前承諾了的租金回報 當然也是歸零 在這裡再提多大家一件事 就算有一些商場 他是沒有這些租金回報都好 但是如果他本身的發展商 都已經是不知名的 一些相對是小規模的發展商 再加上起商場 都還要拆散來出售 其實真的要衡量一下這個風險 我會建議大家盡量不要買這些 起出來是留花之餘 已經是留花階段 就說要拆售這些商場的商鋪 不是說一定收不到樓 但是始終你要考慮一下 如果發展商資金實力是足夠 其實很多發展商起一個商場出來 都真的自己營運 慢慢去收取租金回報 雖然我個人認為 你買著這些爛尾的商場 收不到樓的產品 給一些高回報的東西去吸引 整體的傷害性都不及過了去東南亞 自己的生命都受到危機 受到危害的話 兩者去對比 的確資金的損失 是始終不可以跟人命的損失去比較的 不過都沒有必要去冒這些風險 正如我們經常都強調 如果能力許可的 正正常常買回一個住宅物業 特別在這個市場當然盡可能選現樓 就算不是現樓的 都應該是一些就快收到的產品 所以我們早前都已經幫大家去分析一些項目 如果去半年或者大半年的時間 地盤是沒有什麼進展的 我們都會建議大家不要去考慮著 我個人就偏向不想用所謂 貪至德國貧等等的 這一類的詞語去形容 可能購買了一些爛尾樓 以至到去東南亞打工的人士 不過有一句說話 都真是老身上談 就是如果你沒有分析清楚 為什麼人家會給你這麼高的回報 哪怕是打工也好 哪怕是一個物業的租金也好 有人提供一個不合理的回報 工作為例 就是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技能 但是跟你說你肯過來做 我就給你一個很高的月薪 物業都一樣 如果本身的地理位置 都不是特別優越 但是有人跟你說 那個租金是租值非常之高的 那你就真的要小心點 考慮清楚上述所說的兩樣東西 如果你是在海外地方置業的 不一定要針對灣區或中國大陸 其實之前都有一些人 購買了英國的南美樓 本身都是存在所謂高回報的 總之你在海外置業也好 怎樣也好 那樣東西跟你說 說是一個比較高的租金回報的 你都要小心 因為可能有一些陷阱 就存在其中 在這裡我們不再希望有 中國大陸台灣 港澳人士再前往東南亞 這些園區裡面 被禁錮被毒打 綁架拿贖款 又或者是被迫從事一些 他們本身不想做的工作 同時我們也不希望 再有我們的 港澳人士 以至到內地的同胞 購買了這些 聲稱有高回報的產品 但最後發現原來 是收不到樓的 生命是自己的 小心去決定走每一步 不要受騙 希望人人都可以從正途 無論在工作 又或者在投資上 獲取合理的回報 今集內容到這裡 下條影片再見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 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